大家好,歡迎回到米特薩德芳線上基礎課程,我是陳立峰 今天這個單元要為大家詳細解說如何正確的組裝吹嘴與竹片 這個步驟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因為這是每次吹咒之前都要做的事情 也因為吹嘴和竹片是最直接接觸口腔的部分 因此有沒有正確的組裝,對於吹咒會有很大的影響 初學者在這個階段請一定要放慢速度,多加練習 薩斯風的吹嘴有各種不同的大小、材質與結構 常見的有塑膠、硬橡膠或是金屬的材質 如果你吹咒的是中陰薩斯風,也要確認相關的配件是給中陰薩斯風使用的 例如高陰薩斯風的吹嘴和竹片是無法裝在中陰薩斯風上面的 面對這麼多不同的吹嘴,初學者往往不知道怎麼選擇 我推薦YAMAHA的4C,這是一款經濟又實惠的吹嘴 可能也是許多人接觸薩斯風時的第一顆吹嘴 這是薩斯風的竹片 將它和吹嘴裝在一起,我們送氣進樂器的時候 竹片就會震動發出聲音 一般來說會使用這種天然植物加工層的竹片 有時候你也會在市面上看到其他的合成材料的竹片 例如塑膠竹片 對於初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選擇恰當的竹片厚度 或稱為軟硬度 竹片的厚度會用數字標示在竹片的背面 或是包裝盒上 我會建議初學者使用2號或是2.5的竹片 可以比較輕鬆的發出聲音 要結合竹片與吹嘴,我們就需要竹圈 竹圈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把竹片固定在吹嘴上 市面上也有各種不同尺寸、材質與結構的竹圈 常見的例如金屬、皮革等材質 有時候你也會看到單螺絲或是雙螺絲不同的設計 這些不同的設計有時候會影響吹奏感或是音色 但不明顯 提醒大家在選購時一定要確定 竹圈與吹嘴是相符合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請大家準備井管、竹片以及吹嘴 一開始先把吹嘴蓋取下來 吹嘴蓋是在你沒有吹皺或收納的時候 可以保護你的竹片以及吹嘴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請小心的保管它 竹圈取下的時候 記得先把螺絲鬆開一些 才能比較方便的拿下來 第一個我們要先組裝的是吹嘴以及井管 吹嘴和井管呢 你會把吹嘴接在井管有軟木的這個位置 那在組裝的時候呢 請記得用這樣子旋轉的方式慢慢的裝進去 最後你會留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軟木 那請確定一下你組裝的方向 是不是跟我的方向是一樣的 如果你在組裝吹嘴與井管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覺得吹嘴很難裝進去 這個時候呢 請拿出軟木膏 將它塗一點在軟木的這個位置 這樣潤滑完了以後呢 你會發現它變得比較好裝了 新樂器我通常建議 大概前兩周 都可以擦一下這個軟木膏 你會比較快的讓這個軟木進入狀況 儘管和吹嘴已經組裝好了以後呢 就先放旁邊 再來拿出竹片 請小心的把它取出來 竹片是非常脆弱的喔 特別是這個尖端的部分 它很容易破掉 如果破掉的話呢 會很難吹 或者是你會發不出聲音 所以通常我建議大家 用手拿的時候 都拿在這個根部的部分 竹片在吹奏之前呢 要先將它整片濕潤 濕潤的方法有幾種 第一種是很常見的 直接將它含在口中 大概45到20秒 記得要整片濕潤 所以一開始先上半部 濕潤了以後呢 再換成下半部 如果有些人會介意把竹片含在嘴巴裡面的話呢 你也可以準備 像這樣子的清水 在裡面泡個大概5到10秒 再取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上面會有一些多餘的水分喔 記得可以稍微把它這樣擦掉 那我個人也推薦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可以準備像這樣子的噴霧 裡面可以裝飲用水 你在吹奏之前呢 就只要這樣噴一下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 竹片已經濕潤完成了以後呢 拿出剛剛裝好的吹嘴與井管 接下來 將竹片 上下左右 對齊你的吹嘴 那尖端的部分呢 跟吹嘴齊平 你可以從側面去看 從正面看的話 記得上半部跟下半部 都要對齊 不能有像這樣明顯歪掉的狀況 好 如果你已經對齊了以後呢 可以用一隻大拇指 稍微壓住竹片 這個時候可以拿起你的竹圈 將它小心的套在吹嘴上面 這個步驟要注意喔 有時候你的竹圈 可能會上下顛倒 那像這樣子的話就裝不上去 所以請確定 要在比較寬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在下面 再裝上去 套上去的以後呢 不論你的竹圈是 單螺絲還是雙螺絲的設計 你的螺絲都會面向你的右手邊 請隨時去檢查你的竹片 有沒有歪掉 如果都已經裝好的話呢 就可以把螺絲鎖上 那這個螺絲呢 需要把它鎖緊 但是不要到非常非常的緊 就只要確保 當你的手如果不小心推到你的竹片 它不會掉下來 這樣的程度就可以了 那竹圈要裝到什麼位置呢 以YAMAHA4系這個吹嘴來說 你看到正面 剛好竹圈的中間 有露出YAMAHA的LOGO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背面 這邊有竹片的部分呢 你看到竹圈 大概略低於竹片的這條去皮線 的位置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到這邊都已經 順利的組裝吹嘴與竹片了 是不是很期待趕快發出第一個聲音呢 那我們就下個單元見囉 掰掰